大哥的婚礼之后不久 爸的一位老朋友观大叔来跟爸谈五姐的婚事 他说 爸未来的女婿要他来跟爸说 他长在二十世纪 是民国的公民 婚礼也要办成现代的 他说他忍受不了那老式的花轿和刺耳的音乐 用辆普通马车去接新娘就行了 他准备穿燕尾服和西装裤 也不希望新娘戴婚眠 头上只需披一块白色纱巾 观大叔恳请爸好好考虑一下他未来女婿的建议 他说近些年许多年轻人都不愿让父母包办婚姻 他们不肯接受老式的婚姻习俗 可他们的父母担心亲戚朋友会说闲话 爸听到这些 笑了 我自然答应我女婿 爸说 我还是很开明的 毕竟是年轻人结婚 我干嘛要干涉他们 你是个聪明的父亲 我常想你在大事上不大动脑筋 可在大问题上比我们谁接受的都快 观大叔说 爸放声大笑 你是说我平常总是糊里糊涂 可昏头昏脑也有点好处 我们都老了 应该关心怎么使自己活得更自在 你说是不是 来 为自在的晚年干一杯 妈把观大叔讲得跟五妈说了 她对新式婚礼有点担心 她根本没听说过 我不明白她说什么 什么二十世纪 三十世纪 又是公民 又是现代的 妈皱着眉头说 我说姐姐 你别担心 五妈说 现在年轻人都兴时髦 将来 你的姑爷也得这样 用不着担心 何况 老爷已经点头 就得了 我们女人家 平日很少出门 人家都说 井底下的蛙 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块天 我要是你就不反对 可以让她改变些做法 显得我们也知道一些新事物 可接受不了那么快 你说对不对 等我女儿结婚那天 我可不愿她头上只披着白纱 想想看 让我女儿坐马车 人家会怎么说 肯定会说三到四 多可笑的主意 五妈很聪明 想了几个主意 并答应由她去跟爸说 妈轻松了许多 她相信五妈能把任何事办妥 五妈提出的折衷方案是 新娘披粉色面纱 穿婚服 当时人们结婚 有人不挑白色而用粉色 因为粉色对姑娘家很合适 马车上要装饰点东西 比如用红丝布挡住车窗 这样路人就看不到新娘的脸 如果新郎不喜欢明月 可以奏西洋乐 那些日子里 大多数家庭 总试图在东西方习俗之间 找一种折衷的方式 这既能让老一代接受 又能使年轻人欢心 当时的年轻人 对想要什么样的新东西 也没个准主意 只想图个新鲜 差不多每天晚饭后 妈都待在五姐的房里 直到深夜 她让五姐试穿新衣 跟她小声聊天 有时五妈也去 她为五姐难过 因为五姐太孤单寂寞了 她的妹妹们还小 理解不了她的感情 妈跟五姐说话时 经常打发我和八姐出去 我记得有好几个月 五姐都是那么悲伤 难过 要是谁当她面说了 什么不受听的话 她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 她老是待在卧房里 很少与人说话 我和八姐都感到很难受 有天晚上 我和八姐早早就被轰上了床 我睡不着 听见八姐也在床上辗转反侧 你说五姐会喜欢那新式婚礼吗 我问 嫁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男人 能高兴得了 新式婚礼又管什么用 八姐说 她真为五姐担心 五姐老是把忧伤闷在心里 如果再这样下去 没准会自杀 我们越说 越替五姐焦虑 就干脆下床 到院子里 透过五姐屋的纸窗户 听妈跟她说些什么 纸窗户上有个小洞 我们看见五姐正伤心的唾弃 妈静静地坐在她身边 背对着窗户 虽然看不到她的脸 但好像也在乌叶着抽气 好女儿 别难过了 妈轻声说 有些事就是跟想得差很远 她年轻 聪明 你们在一起会很好的 要往好理想 心总能换来心 她很快就会是你的 我肯定 五姐哭得更伤心了 她喃喃自语 还不如死了呢 八姐再也停不下去了 拉着我跑回房里 她扑到床上哭了起来 我躺在床上 一直哭到睡着 第二天一早 我和八姐醒来时 眼睛都哭肿了 我一照镜子 看见自己的眼睛 又红又肿 我们穿好衣服 去看五姐 我想她可能病了 要取消结婚 这想法多孩子气 出乎意料的是 她比我们起得还早 而且端坐在梳妆台前 妈在帮她梳头 她脸色苍白 眼睛红肿 这个早晨 她看上去只有十岁 我们像平常一样 进屋向她倒早安 她抬起头 看见我们 便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 扑在床上 呜呜地哭了 妈 你不能把姐姐留在家里吗 八姐问 你去跟爸说 让新郎去跟别的姑娘结婚 她有她的脸 我们还有我们的呢 妈脸色苍白 强忍住眼泪 没流下来 别说傻话了 你得明白 结婚是件大事 我们答应了 就得说话算数 五姐的婚礼 是在一家旅馆的大客厅里举行的 那是个下午 家里人全去了 客厅里装饰着 与大哥结婚时 相类似的红筹挂卷和画轴 没有祠堂 没有祭祖的供桌 只在客厅中央摆着个台子 还为贺喜的和美人准备了些椅子 新郎新娘的父母坐在前排 只有台前的几只花篮增添了几份喜庆的气氛 客厅里挤满了亲戚朋友 还有一些专为来看新式婚礼的看客 客厅里奏起了西洋音乐 在当时 人们很少有机会听到西洋音乐 除非是在教堂或街上救世军的乐队 这种圣乐对中国人没有吸引力 我们等着这圣乐过后 一位牧师出来说 你有罪了 如果不进行忏悔 或掏空钱袋救济穷人 上帝是不会拯救你的 因此 等待新娘时的气氛 既庄严又悲哀 也就不足为奇了 客厅里的每个人都疑惑不解地等待着 我们越来越感到压抑 我记得 新郎新娘道时 奏的是一首军队进行曲 紧接着奏的那支曲子 我与许多年后在美国一所教堂参加丧礼时听到过 客人们都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对新人 这使我和八姐感到特别难受 五姐穿着一条粉色刺绣丝裙 披了一件粉纱 头发上别着几件珠宝发饰 还戴了一个红花环 手里拿着一束颜色各异的鲜花 两位衣着艳丽的姑娘挽着新娘的胳膊走上台子 新郎穿了剪黑色燕尾服 头上戴了顶滑稽可笑的高帽子 使她看上去就像戏里的小丑 两个小伙子陪着新郎走到新娘身边 他俩严肃异常 活向两名卫兵 他们走上台子面对观众 这种新式婚礼也还是脱不了礼教色彩 得鞠那么多宫 先是新人互相鞠躬 再向父母鞠躬 向前来道喜的亲朋好友鞠躬 最后向梅人和正婚人鞠躬 鞠躬前 有个男的拿着个单子站着 大声宣布该干什么 这令我们想起旧式的葬礼 八姐冲我扮了个鬼脸 叹了口气 说 但愿我没参加姐姐的婚礼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够多讨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 咱们